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国足0比3不敌伊朗,无缘亚洲杯四强,赛后第一时间,福克斯体育,给出了国足球员赛后平分,政治6分,全队最高。 而吴磊仅4分,冯潇亭3分排名倒数第二。 最差的是吴希,只有2分。 此意,国足丢了三个球,但事实上,和严俊龄关系都不大。 外媒对严俊龄的评价是,面对伊朗的进球,他没有办法,因为国足防守球员没能帮助他。 后防线 上,刘一鸣3分,冯潇亭3分,石磕4分,张成栋4分,前三人对三个丢球有直接责任。 刘一鸣全场比赛大部分时间都疲于防守,进攻端没有任何威胁,伊朗队的第二个进球,是他的错。 冯潇亭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,作为中后卫,他被对手轻松断球,导致了中国队的第一个丢球。 石磕可能是今晚国足表现最好的后卫,但也远低于正常水准。 张成栋不断被蒋汉巴赫时施压,进攻端毫无斩获。 福克斯体育写道,中场方面,薅俊敏5分,此意,薅俊敏在进攻端,提供了一些威胁,但也仅仅在上半场,下半场,薅俊敏表现一般, 他的表现,就是中国队今天的平均表现。 郑志6分,全场比赛,郑志都是以身作则,比赛开始出息和尾声,郑志奉献了两次精彩防守,他是不求回报的付出。 刘洋5分,全场比赛,刘洋踢得很积极,但贡献也仅仅是制造犯规和脚球。 无锡只得道,了两分,因为他只待了25分钟就被换下。 前锋献上,吴磊4分,本来,吴磊被寄予厚望,但最终没有为国足做出任何贡献,肩膀伤势对吴磊影响巨大。 告领5分,整个上半场隐身,下半场也表现一般。 替补球员方面,赵旭日5分,肖志6分,于大宝5分。 其中,肖志被认为在上场后,增加了国足的射门次数。 国足球员平分如下,严俊龄,5分刘一宁,3分冯萧亭,3分石科,4分张成。 动,4分薅俊敏,5分郑志,6分吴熙,2分刘洋,5分吴磊,4分告林,5分赵旭日,5分肖志,6分于大宝,5分。 谢谢大家!